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阵综合指数仅仅是上涨了0.16% 收在2837点 深圳方面也是一样 下跌幅度也非常轻微 是下跌了0.1% 依然是在1万点以下 那欧美方面也是涨跌互动 像欧洲 英国 法国 德国普遍跌幅都是在0.2%至0.7%之间 而美国三大指数昨天也基本是吐回了在周二的上涨 周二的时候涨了1.1% 1.2% 昨天刚好全部都跌回去 但是即使股市下跌 但昨天由于美元指数的走弱 使得黄金和石油价格继续在上升 特别是石油价格 昨天美国油涨了3.5% 英国油暴涨4.7% 双双畅下了2016年的新高 同时黄金价格也是一样 黄金价格昨天反弹了10块钱 现在基本维持在1265附近 那今天我们早上来说一下的就是投资者 有一个叫等待和犹豫的投资者经常会遇到的心理状态 相信收听我们朋友的或者是之前看过我们分析的朋友的 经常心里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当时我不应该犹豫 明明迈迈克之前说过 比如说油价一月份的时候就说油价要涨 或者之前说过澳元上0.7380会上 或者说的黄金是1250几的价格 三天不破也会上 等等这些我判当时我可能跟迈克的判断也是一样 但是由于我当时比较忙 由于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等等事件 我都没有去交易 现在再回头一看 价格已经涨了这么多 那心里是非常的遗憾 但是由于现在实在价格太高 也不方便再去动手 也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产品不断地上涨 那其实这个想法有的时候我也会有 有的时候我早上在做分析或者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会找到这个产品看着不错 我等一下下午的时候要花点时间去研究 但有的时候呢 一忙两忙 有的时候就把这个时间给错过了 再过几天回头看的时候呢 价格早就已经是务实人非 所以呢 到现在为止呢 我总结出来一个新的办法 是什么办法呢 就是以后凡事遇到 我在初期的时候呢 看到有这个有可能或者有机会的产品呢 我肯定会用少量的资金先去进场 先不管 但是呢 这些少量资金呢 并不会使我伤筋动骨 或者使我非常的难受 晚上睡不着觉 但就是因为你已经使用了少量的资金 那就会使得呢 你的心至少呢 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 到后来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挤出时间来去分析 去研究 就不会再去像之前一样犯这个错过机会等等等等 这个借口 那个借口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我个人的经验 当然了 大家如果有更好的经验呢 也完全可以来分享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样啊 我们不论是投资还是理财呢 都是由少到多 信心呢 是由弱到强 那随着资金量的增加 我们的信心也应该不断的建立 在信心建立的同时呢 就更加能够坚定我们自己对于未来走势的判断 这个是一个越来越好的过程 千万不可 先资金大 再资金小 这个本末倒置的行为 大家一定要切记 切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个产品方面 首先来看澳洲指数 那澳洲指数我昨天说到呢 在跌破了5330点之后 有机会能够继续下跌 但是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呢 始终就没有跌破过5330点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呢 下跌机会依然是在等待中 那今天来说 总体来说 基本上和昨天一样 空单就是卖出单 依然是挂在5330突破 大约5个点可以挂在5325左右 至于买涨单的话呢 昨天没有机会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挂在今天早上的最高点 上方一点点 大约呢 就是在5380 75至80左右 当然如果你保守一点的话呢 可以挂在85 但是总的来说 5375以上 基本上呢 就可以实现一个短期的继续上涨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外汇澳元方面 澳元呢 在昨天晚上一度是回光返照 成功地冲上了0.7380 但是呢 好景不长 不到两个小时 7380就守不住了 现在呢 又重新是调破了0.7330 因此 现在我们的策略就非常的明显 就是在0.7330 如果跌破了昨天相对于今天 昨天到现在的一个次低点 大约是0.7320的价格 我们就可以开始卖出 那同时呢 买入单依然是挂在738 上了738 我们重新可以考虑 接着来看一下欧元方面 欧元呢 在过去24小时之内呢 变化幅度呢 不是太大 虽然有过上涨50个点 但是总体来说 依然是在平行移动 没有明显的趋势 所以 现在来说呢 欧元什么时候能够重新上1.1450 那么欧元的上涨呢 才能得到延续 因此 我们的挂单就挂在1.1450上方5个点 1.1455 至于空单的话呢 则挂在过去两天的最低价 大约是在1.1352的价格 上下之间有100点之多 之后我们来说一下黄金 黄金我们知道呢 在目前的走势上 在2小时 4小时 1天 甚至于周图上都是一个上涨趋势 但是呢 在1小时和30分钟 目前来看呢 有所下跌 总体来说 昨天晚上是碰到了1280的高度呢 出现回调 但是呢 依然是保持在1,255的关键价格之上 现在黄金呢 就是在这上下25块钱之间浮动 所以呢 我们一直以来的策略就是在 就是在区域以外挂单 1,280以上买涨 同时呢 在调破了1,255以下挂单卖出 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黄金的策略 那最后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今天晚上英国英镑有重大数据 今天晚上澳洲时间9点钟呢 英国会公布他们的通胀报告 以及英国最新的利率决议 到时候呢 过了15分钟 晚上9点45分 英国的行长也会出来讲话 再往后看呢 晚上10点30分呢 美国每周一次的失业金申请人数 也会在那个时间发布 因此 今天晚上对于英镑和美元来说 将会有重大的行情 投资者呢 需要注意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ld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见